大家好,我是Dan 海埔庞西尔与欧多尔米尼金的争议越演越烈 在海埔声明正在检查试图控制精英权的欧多尔和米尼金代表后 欧多尔方也回应此次事件的本质是抄袭妮金的概念 双方之间的冲突气氛正在逐渐升稳 在海埔发送给米尼金代表以及欧多尔副代表A某和B某的监察询问书中 公司要求他们理清多项疑虑 包括企图夺精英权的动机 核心信息的外泄 进行不当的外部咨询 艺人个人信息的泄露 以及人事招聘的不当行为 根据询问书 海埔发现欧多尔在试图夺精英权的过程中 泄露了他们收集到的公司关键信息 从年初开始 欧多尔的管理层执行了一项夺精英权的计划 在此过程中 他们随意泄露了与海埔签订的合同信息给证券公司分析师 海外投资顾问公司 私募资金及风险投资相关人员 并允许这些人员审查其销售结构 此外 精英层还泄露了一些 尚未出道的 利息生的肖像和健康状况等 敏感的个人信息 海埔在接到举报后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 并为了确认事实 开始对欧多尔的精英层 包括代表米尼锦进行监查 此外 海埔还发出了一封 要求米尼锦辞职的信件 并要求欧多尔的董事会 召开股东大会 对此 欧多尔也发表了立场文 以下是尔多尔的立场文全文 为了保护我们的艺人Nuji's 以及为了我国音乐产业 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尔多尔公开表态 关于艾里的Nuji's抄袭事件 海埔是运营多个独立厂牌 制作音乐并追求文化多样性的 多厂牌体系 尔多尔是其中的一个厂牌 然而尔多尔及其艺人Nuji's 所取得的文化成就 讽刺的正收到海埔严重的侵害 海埔旗下的一个厂牌 Pilib Lab 在今年3月 推出了女子五人组合艾里 艾里的预告照片发布后 以为是Nuji's的反应 在网上引起了轰动 艾里在发型、化妆、服装、舞蹈、摄影、影片活动出演等 娱乐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在模仿Nuji's 艾里被评价为 迷你警风格、迷你警律、Nuji's防茂品 这真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 海埔的彭希尔制作了艾里的首张专辑 艾里的抄袭Nuji's 不是Pilibla单独进行 海埔也参与其中 作为引领Kpop产业的公司 海埔以短期利益而盲目 毫不犹豫地抄袭成功的文化内容 不但未能展现新意 反而大量生产臣服之物 Nuji's正准备于5月回归 然而艾里的出现 引发了对非活动中的Nuji's的关注 防茂品的出现不仅消耗了Nuji's的形象 也将它们卷入了不必要的争议中 这让粉丝们和公众感到担忧和疲惫 虽然制造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海埔和Pilibla 但遭受的损害 有人认为因为艾里和Nuji's都隶属于海埔旗下 所以艾里与Nuji's的相似可以理解 甚至有人认为 Odoor及Nuji's可能已允许或默许了这种相似 然而这些看法都是明显的误解 我们需要澄清 多厂牌体系的设计 是为了让每个厂牌都能独立地进行自己想要的音乐活动 并非因为属于同一集团 就给予其他厂牌抄袭某个厂牌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的免罪派 事实上 Odoor从未允许或默许海埔 不希望Nuji's与艾里以任何形式被联系在一起 Odoor绝不容忍 仅因为属于海埔旗下的厂牌 就将某个团体宣传为另一个团体的妹妹团方式 Odoor已对海埔及皮里布列提出正式问题 不仅针对此次抄袭事件 已涵盖了海埔对Nuji's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 然而海埔及皮里布列不仅未承认错误 反忙于辩解并推迟给出具体回应 在此期间 海埔突然宣布将于今天停止并解除米尼警代表的职务 理由是米尼警代表可能有显著损害Odoor的企业价值 同时有媒体报道称 米尼警代表试图夺取经营权 这些荒谬的报道显然是有意对其进行抹黑 难以理解的是 为保护旗下艺人Nuji's的文化成就 而提出的正当抗议 如何会损害Odoor的利益 甚至被描述为企图夺取公司的经营权 这显然是出于某种意图的不合理行动 海埔、皮里布列和庞西尔似乎认为 这次事件不需要正式道歉或制定对策 认为只要将米尼警代表赶出公司 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Odoor不会因此退缩 Odoor将保护女君子所创造的文化成就 并将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和方法 来阻止进一步的抄袭行为和侵害 我们再次强调 将不会坐视对Odoor和女君子的持续不公行为 包括抄袭行为 并将坚定地采取行动 随着艾里活动的增加 海埔和比利布列可能会试图 突出艾里与女君子之间的差异 以此来淡化初次出道时的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 粉丝们和大众的误解可能会逐渐增加 因此Odoor在与女君子成员 及其法定代理人充分讨论后 决定发表官方立场 Odoor希望透过这次的声明 能解开围绕艾里抄袭女君子事件的 粉丝们和大众们的误解 同时也希望这次声明 能让海埔及比利布列正视自身的错误 并在未来通过尊重他人的文化成就 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创作 为我国音乐产业和文化做出贡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海埔要求澄清是否取得内部信息并泄露了 他们竟然回应 因为我们女君子被抄袭了 所以我们与法定代理人和成员进行了讨论 试图模糊事情的本质 这是要上演PEOPTYPEOPTY第二季吗 读了立场文后我真的大吃一惊 他们如此公开的提起其他团体的名称 并毫不犹豫地使用防茂瓶等词语 不论事实如何 这难道不是对该艺人的暴力行为吗 尤其是这个团体包括了年龄较小的未成年成员 如果米尼锦真的考虑到女君子 就不会公开这样说的 发表这样的文章会让女君子和艾里也受到攻击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成员们的立场 只是不想自己背骂就用成员们当盾盘 真的太离谱了 看起来米宁锦真是个有趣的人 在讨论抄袭问题之前 他应该先解释一下 还有一部所说的内部文件泄露 和透过外部投资尝试独立的事情 而且他们一开始不也是宣称 自己是旁摊孙丹的妹妹团吗 直接说是米宁锦的立场声明就好了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 已经和女金斯法定代理人说好了等事情 只觉得女金斯太可怜了 他这样做只是对被自称是女儿们的女金斯造成损害 贪心最终也来了祸害 都已经看到了50事件 也没有任何感悟吗 而且坦率的说 就算是米宁锦企划了所有概念 但是公司付钱让著名作曲家做歌 帮你宣传帮你派MB 所有钱都负担了 现在却认为从头到脚都是抠自己做的吗 把自己想的也太伟大了吧 这两者之间差异太大了 为什么要比较呢 是说他们出道签的概念照片吗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相似之处而指责的话 那不是有点牵强吗 女金斯因为名气大 所以媒体报道都多 但在饭圈论团普遍看法 是类似一代的所调的感觉 而且他们的舞蹈和歌曲风格也有很大不同 爱丽是可爱闪闪发亮 有点像魔法兽女的感觉 在立场上也能感觉到傲慢 没上过班的人就不要留言了 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如果被抄袭了而感到生气 然后因此离开公司 那就离开好了 但你不能带走你创造的产品 就像别的团队因为火鸡面成功 就做了其他可谓的火鸡面一样 你因为上火就想拿着火鸡面则 从一开始 因为同一家公司推出相似的产品而感到愤怒 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这个情况是为了拿走火鸡面 还泄露了公司机密 暗中收购了公司股份 最后被发现了 到底是在搞什么 你只是在犯罪 请放下女精子就这样安静的辞职吧 不要阻碍有前途的年轻人 现在爱丽完全受到米尼锦的攻击 而女精子也一直被米尼锦当做盾盘在利用 大家放下这些孩子们去看一下事情的本质吧 不管有没有模仿 现在爱丽和女精子都很可怜 为什么要因为米尼锦 他们要一直被提起呢 但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海埔做过很多卑鄙的事情 所以我目前想要保持中立 让我们用尝试来思考 米尼锦所持有的股份仅是20% 而海埔持有80%的股份 他如何夺取精英权 你认为这有可能吗 米尼锦并不是傻子 事实上如果海埔不卖出股份 这个游戏就是不可能进行的 客观的看 米尼锦的说法比较合理 因为他指责爱丽抄起女精子 螃蟹方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想要铲除而已 目前在韩网 对米尼锦的负面反应占了绝大部分 我的立场文与韩网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